中国籍配偶影韩高歌 这是2017年母亲节 两岸婚姻家庭艺术团 在台湾演出的画面 表演者都是中国配偶或中配子女 民间交流却染上统战的色彩 名嘴李正浩找到了当时中国官媒的报道 除了歌舞表演 中配们还合唱了 被中国官方定调是统战歌曲的《我的祖国》 还强调这是中配首次在台湾舞台上 唱出这首歌 仔细一看照片的提供人 正是近来争议连连的徐春英 另外一张照片 徐春英拿着写有 前千两岸服务之家的字帖 跟他一起拿着的是 国务院民政部官员杨文涛 李正浩指引民众党如果提这样的人 当不分区就是中国公安界选 徐春英他个人的一些行为 或者说他到对岸去从事相关活动 我觉得这还是要由他自己来说清楚 那这个《我的祖国》的台湾 他们唱就算 徐春英拍完照后 回馈给中国的统战单位 变成统战KPI 所以才会有所谓 来自于中国国务院民政部辖下的一级单位 杨文涛副主任 特地来监军 包含陆委会去问 去了解 杨文涛当时是以什么签证来台湾的 假装是个中国的平民 实际上落地后去拍了张照片 搞统战活动 搞统战 然后去做监军 可能提名曝光时 徐春英还履履上第一线为自己辩护 但随着在台发展组织 大搞统战的证据被翻出 也需要他给国人一个解释 徐春英的问题 现在民众党就是简单的说 他个人的行为要由他自己来说清楚 先请教一下温大哥 对于徐春英这件事的看法 因为李正浩他的爆料 哇 徐春英之前 这是在台湾 他办的活动 结果没有想到 中国的官员 这位叫杨文涛 还特地来 特地来 现在是要怎么样 要独军 要监看吗 这个算不算一种统战的活动啊 温大哥 统战本来就是中共最拿手了 所以各位现在只看到徐春英 各位大概都不知道 习近平太太都在我们的国务纪念馆演唱过 真的啊 是沈进军 他用沈春池基金会邀请了 当时习近平大概还没有到中央 还在地方当这个省委书记 那请了他到国务纪念馆 你Google一下就有 所以这个就是台湾本身 内部本身的问题嘛 你现在用习春英在打 你如果说把当时习近平夫人 现在的中共第一夫人 多到我们的国务纪念馆在那边演唱 你把它做个对比嘛 而且报道的是中平社 你不要以为中平社是中国的 中平社是台湾 这设在公馆啊 他是中国新闻社在台湾设的 跟我们的有关单位申请的一个通讯社 你就晓得说这个已经渗透到最底层了 他并不是说啊 因为连中国那边看到的可能都以为说是台湾发的消息啊 那习春英当然你如果说他没有议题不见得 因为照片一直都可以说层出不穷嘛 如果李正浩喜欢的话 我看你可以大概每天不断挖出新的料 可以一直爆料 爆到大家看到说这个习春英赶快闪回大陆去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网路世界本来就这样 你只要仔细去搜索 绝对可以弄得到 但是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赖清德讲的嘛 这为什么要推这个代理人法 这是学美国嘛 最主要就是因为已经发现 并不是只有陆配的问题 现在连港商或者蒋伟国的秘书退降 整批都进来了嘛 你就晓得说为什么共谍抓防不胜防 抓到了共谍 没有法律可以把他把他审判 根据我们的刑法 没有外犯罪是对岸 还是属于中华民国 拿他没办法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你看嘛 他 柯就说陆委会搞十指两国 用指之矛攻指之盾 这个就是柯文哲的厉害的地方 他学的是谁 他学的就是毛泽东那一套嘛 毛泽东当时他为什么可以 已经到延安已经几乎都被消灭了 他能够说透过西安事变 然后翻转整个慢慢再爬起来 就是因为他学的实际上共产党那一套 就从独裁者的进化嘛 收编分化假民族 刚刚你讲说为什么柯文哲在那边对这个弱势的人讲的那些话 假民族嘛 他讲真心话 对弱势本来就不需要同情 对不对 在他的眼中里面 他在台大医院 他在叶克膜的这个部门 他看到的都是生死一线间 他讲过门关起来的时候 在手术间里面 除了上帝之外 就是我 我要让你死你就走了 我要让你活就用叶克膜 所以这个就是柯文哲的心态 但对我们来讲 尤其柯P本身是我们新竹人 新竹人 新竹人各位不要小看 我只要讲一下 为什么台湾唯一的状元 出了一个李衍哲 为什么说在立法院里面 柯建民柯总招 要能够比王金平还能够游刃有余 就是因为新竹风 所以我每次我回到新竹 我都很很怀念 我都会站在台湾 最久的这个新竹车站 过百年 多少有止 从这边到台北来求学 就业发展 但是呢 都不会变新 没差点就这样 我知道我把新竹人倒下 知道 新竹 让这个不止是台大那边没面子 新竹中心也没面子 新竹人越没面子 为什么 因为你柯文哲所作所为 你的一言一行 不是台湾人嘛 你根本已经是变直了嘛 你已经直变到变成是跟中共在同路人一样 所以这一点我千千万万拜托了 我们希望新的世代有新的作风 但绝对不是像柯文哲 因为整个世界在变 而中台湾本身的一个 这个是日本统计出来的 不管在野的三个人 郭台铭有没有出局 你看嘛 侯友宜也罢 柯文哲也罢 包括郭台铭也罢 全部都是跟共产党站在一起 台湾这一战是在跟对岸在作战 不是在跟我们的在野的 看好清楚啦 看好拼 打狗要看主人 徐春莹的问题 佳玲這邊來補充 因為現在又被抓包 他到底是不是在说谎 是不是公北菜 因為之前有说过 他护照的问题 徐春莹说 他护照过期 没再申请 可是过期不等于放弃 佳玲 对啊 我自己有中华民国护照 我也曾经过期过 还是中华民国的国籍 他不是一样吗 你看这个逻辑就很清楚 他怎么放弃 回去中国办嘛 出示证明嘛 现在是在于 他在登记的时候 他到底有没有符合这个资格 在我来看 柯文哲阵营 他已经矩起来了 现在他还发现 已经讲说 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了 所以这样子弹飞了 两三个礼拜 现在那个民调 是有影响到的 但是如果在中华部分 柯